對呀 立刻買糯米糕 買糯米糕吃 立刻要買糯米糕吃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中国奥运代表团到港澳访问 所到之处 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运动员也借这个机会相处了一段时间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跳水运动员全红蝉就与国平队员有了深厚的感情 奥运健儿们来到了一个商店 马龙就想买一个帽子 还有其他运动员也在挑选帽子 当马龙准备付款时 全红蝉一下子钻了过来 把带在头上的帽子摘了下来 放在了柜台上 全红蝉好像说了一句 说 给我也买了 作为中国男兵的队长 马龙展现了老大哥的一面 他问全红蝉还有要买的吗 全红蝉微笑着回应 没有了 其他运动员都跟着笑了 马龙则笑眯眯地一起买单了 经过这次访问之旅 全红蝉跟奥运健儿的关系 储熟了 全红蝉性格乖巧 其他运动员也喜欢他 孙颖莎 樊振东 王楚钦 陈梦 马龙 以及其他领域的运动员 都很喜欢全红蝉 尤其是马龙 真是把全红蝉当晚辈看 要什么给什么 之前全红蝉想喝奶茶 马龙立马就给蝉宝买了奶茶 不带一点含糊的 网友看到后 纷纷调侃蝉宝 因为蝉宝在这次活动中 闹出了很多名场面 看了网友的评论 真是笑喷了 有网友就说蝉宝想买帽子 龙队就买了 不会等一下就说帽子一般吧 这里面有个故事 蝉宝喝了龙队买的奶茶后 有记者问他味道怎么样 其实那个不算奶茶 应该是果茶 蝉宝就说这个是果茶 一般不是特别好喝 估计这个卖果茶的 要哭晕在厕所了 本来可以借这个机会 好好宣传一下 破天的富贵突然就没了 还有人以龙队的口吻说 奶茶我买 帽子我买 结果杨坚化唱歌的时候 你扯着嗓子喊东哥是最帅的 这里面也有个故事 这次活动期间 杨坚化受邀演唱歌曲 全红蝉 樊振东都在活动现场 全红蝉化身樊振东的小迷妹 他拿着手机拍着樊振东 大声喊道 东哥最帅 好帅 好帅 樊振东都不好意思了 还有人劝告全红蝉 薅羊毛不能指薅龙队的 也薅薅东哥的 还有网友说 蝉宝把龙队给拿捏了 至于全红蝉喊龙队输 有人觉得把龙队喊老了 可以喊歌 其实全红蝉才17岁 龙队快满36岁了 全红蝉喊龙队输 蛮合适的 也有人觉得龙队不易 在球队时 他要带那些弟弟妹妹 出来了 还要带蝉宝 这真是一个操劳的心 中国奥运代表团正在澳门访问 此次行程比较低调 内地很多网友都无法看直播 只能从媒体延迟的消息中 得知他们的行程 但无论走到哪里 全红蝉总是大家的开心果 8月31日 内地奥运健儿 在澳门拍大合影时 主持人让大家 把手上的东西先放下 全红蝉不想交出手中的娃娃 但是主持人为了拍照的和谐统一 还是上前请全红蝉 把娃娃先给他 全红蝉也很逗 还哭着把娃娃都交了出来 把大家都逗乐了 主持人最后表示 放心 泰娃会还给你的 可见 全红蝉已经变成了小戏精 搞笑水平越来越高了 而根据TVB报道 内地运动员在离港之前 接受访问时 全红蝉又被媒体 请到镜头前接受采访 不过全红蝉大大咧咧表示 我还想吃饭呢 问点简单的 其实 在整个中国体坛范围内 也只有全红蝉敢这么说 也只有他能够这么说 毕竟这样的说话行为方式 十分符合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 纯真 不藏着掖着 有啥说啥 简单直接 让人没啥压力 全红蝉这样大大咧咧的性格 也让很多专业媒体人担忧 央视面对面主持人董倩 在前不久采访全红蝉后坦诚 自己和他交流前曾被提醒 全红蝉可能不好说话 也讲不出什么有思想的话 董倩也承认自己同样有这种担忧 可见 全红蝉在这些专业媒体人心目中的印象 并不是很好 不过 在采访完全红蝉后 董倩坦诚全红蝉的表现 让他对其印象改观 知道了人家全红蝉 在简单的交流中 蕴含着大道理 很有水平 而在港澳那边 媒体和民众更喜欢真情流露 全红蝉又是临省广东人 很多文化习俗也都相近 再加上全红蝉一如既往的真诚 所以大家更喜欢采访他了 全红蝉到香港访问交流 玩得非常开心 他开启了射牛模式 和不少奥运冠军成为好朋友 他成功混入国兵 和国兵六大奥运冠军都合影 尤其与马龙成为好友 在香港的送别舞宴上 全红蝉和国兵将士 以及刘清一 崔晨熙坐在同一桌 全红蝉还发布了 和刘清一一起跳劈力舞的视频 原来他还和刘清一关系不错 两人合作的霹雳舞像模像样 视频中 全红蝉简单的舞步 已经跳得比较熟练 她的身体属于比较协调的 戴上墨镜 穿着拖鞋的全红蝉打扮很酷 比较有难度的舞步 全红蝉没有做 退到后面当配角 刘清一在前面完成 最后两人在一起 摆出酷酷的造型 结束的时候 全红蝉摘下墨镜喊着 这绝对帅 全红蝉跨圈了 这段视频引发了热议 诗歌谢思义进行了点评 你这手脚我好像在哪见过 全红蝉挨着圣李豪设媒账号回应 点你呢 谢思义和全红蝉的调侃 圣李豪躺枪了 全红蝉把调侃火力 全转移到了圣李豪这边 此前 圣李豪参加羽毛球表演 他手脚不协调 现场观战的国兵队员乐道弯腰 就连一项比较严肃的 理损指导也大笑 圣李豪是射击奥运冠军 但是打羽毛球就不是很擅长 网友调侃像是四肢各忙各的 张宇飞还邀请了 圣李豪 樊振东一块跳舞 樊振东只有手动 脚不动 圣李豪倒是手脚都动了 还是不协调 又留下了宝贵的画面 中国奥运冠军们这次访问香港和澳门 其乐融融 大家关系非常好 各种搞笑的段子流传了出来 让我们看到了奥运冠军们赛场之外真实的一面 全红禅设牛模式确实厉害 和身边的人能够很快打成一片 全红禅兴趣爱好广办 他学霹雳舞像模像样 客观来说 并不是谢思义调侃的那样 手脚像圣李豪那种 那只是师兄妹之间的互动调侃而已 仇人